大家好 欢迎来到躺着挣点钱 我是老王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用ChatGPT 以及GoogleBud来帮我制作网站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帮我查询信息 生成文章 制作图片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 我们的网站已经出具规模 我们现在打开网站看一下 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 我在这个网站上发布了大概300篇文章 这里面有四分之一是我自己原创的 另外四分之三都是通过ChatGPT 以及GoogleBud生成的 那么他们生成的文章效率是非常高的 并且可读性比较好 比如我们随便选择一个 YouTube Shows频道的获利状况 这篇文章是GoogleBud自动生成的 那么他给我们讲解了 YouTube Shows的获利因素 20230 Shows频道的平均获利状况 以及头部频道的获利状况 还预测了 Shows频道获利的一些趋势 我们返回上一个阶名 再找到一篇文章 过去三年 YouTube中文频道播放量上升 这篇文章也是GoogleBud生成的 但是我用ChatGPT整理了一下格式 这篇文章讲解了过去三年 中文频道的获利状况 并且还介绍了 主要的这个获利频道 是来自于哪三个领域 这里面可以说图文并茂 给了表格 然后这个图片也是通过ChatGPT生成的 效率非常的高 这篇网文的质量也还是不错的 那么像这样的网站 它会获得搜索引擎的认可吗 我们现在打开我的Search Console的后台 来看一下 这个网站是11月19号上线了 在上线一个月之后 大概就是在12月20号左右 有这个自然流量 然后到现在 网站将近两个月 每天都会获得 50次到60次左右的这个展示 并且能够获得几次点击 我们看这个搜索 来自美国 中国 日本 香港 台湾 河南 韩国 法国 等等国家的搜索都有 设备 从这个桌面设备到移动设备 再到平板电脑 都有 因为一个新网站上线之后 谷歌一般会给三个月左右的沙盒期 也就是说网站要三个月之后 才会获取流量 但是如果网站做的质量还可以的话 那么谷歌的沙盒期会提前结束 谷歌搜索引擎会提前把这个网站 给放出来 给予一些展示 也就是说我们在两个月不到的情况下 取得这样的成绩 说明搜索引擎对于我们网站的质量是认可的 那么做网站与做YouTube频道不同的是 网站只要获得了展示 取得了速度引擎的认可 你坚持更新的话 那么你展示的这个频率和次数会越来越高 你获得的流量也会越来越多 我相信再过一两个月 我们网站的这个流量状况就会变得好起来 像ChatGPT以及GoogleBud这样的AI助手 他们的信息获取能力 分析总结能力 以及文档生成能力 是出类拔萃的 ChatGPT还有一个特殊的能力 就是它的绘画 它生成图片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只要你会用它 它不会让你失望 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使用ChatGPT生成的壁纸 可以说每一张图的质量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这些AI助手这么强 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就没有缺点了呢 当然不是 我最近就发现了 AI助手的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他们会撒谎 会编造信息 很多时候如果你不小心 你会被他们骗了 好的 好的 我们现在打开ChatGPT的聊天窗口 你看我首先是让ChatGPT给我介绍 10个最成功的中文YouTube频道 他给我找了10个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把这个PuppyJump的这个频道去掉 因为关注人数 我查了一下是不够的 他就给我重新找了10个 并且给出了数字 这个数字如果你不去查证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文章不错 立即就可以用了 但是实际上他不是这样的 他这里面的每一个数字都不对 起码是不那么精确 尤其是这个花花鱼三猫 熬场长 包括美食作家王刚 他给的数字与实际的数字 差别是非常大的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花花鱼三猫 我们看一下 他的关注人数是63.4万人 但是ChatGPT数是多少人呢 320万 我们再来看看欧场长 欧场长的粉丝数是51.4万 但是GPT却告诉我们 他的关注人数是460万奖 王刚的粉丝是非常多的 200多万 在中文的这个YouTubeUP组中 算是顶流了 但是也不是GPT说的420万奖 比较接近的是李子柒 1600万奖 实际上是1800多万 办公室小野这个数字是比较接近的 电器小哥也就比实际的关注人数少了100多万 老高于小默 也与实际的关注人数差不多 稍微少了几十万人 排除这个随着时间退移频道的关注人数会波动 排除这个因素 他给出的花花鱼三猫 欧厂长 王刚 包括这个科技美学等等 他的关注人数 与实际关注人数是完全不符合的 也就是说 他会对我们撒谎 你可能会说 AI获取数据的渠道很多 有可能是渠道本身出了问题 并不是他要撒谎骗我们 那么你想错了 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 他就是自己编造的这些数据 那么我们再问他一个问题 我让他给出RTX40系列的AI算力表 他给我生成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图表 这个柱状图看起来非常的精美 但是他明确告诉我 这是一个假设性的RTX40系列GPU的 AI性能图表 请注意这些数据是虚构的 仅用于示意 也就是说他明目畅畅地告诉我 这些数据是他编的 他编的还蛮不错的 他知道4080比4090的AI算力要差 4090又比4090Ti要差一点 我说太好了 你把这个40604060Ti都加进去 他就帮我加进去了 又重新编了一些数据 我让他重新排序 他也按照我的要求重新排序了 他不仅能编这个AI算力数据 他连这个硬件的规格都可以编 并且他还明确地告诉我 这就是虚构的 我这个每一个绘画都很长啊 因为以前我经常戳破GPD的谎言 所以他可能有警觉了 他告诉我这些数据是编的 那么我说你不要虚构 你进入互联网查询这些具体参数 然后他就告诉我 他说他做了一个搜索 他让我去NV的官方 去干这些具体的数据 那么谷歌的BUD就更牛逼了 我们来看一下BUD是怎么回应的 好的我们现在打开BUD的聊天界面 我们来看一下 我直接告诉他 不要虚构查识RTX40系列的AI算力 从4060到4090态 那么他给了一个表格给我 我说表格没有列出CUDA核心数量 加上去 他就给我加了一列 你看他变得还蛮好的 规格从低到高 AI算力也是从低到高 因为我知道他会撒谎 所以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些数据来自哪里 他居然跟我讲来自NV官方公布的资料 我说你给资料的地址给我 我自己去看 那么他就真的给了一个地址给我 那我们打开这个地址看一下 找到规格 我们看4060的CUDA核心数量是370 在这里 我们看看BUD告诉我们的是多少 3584 有零有整 不过还比较接近 我们看看4070碳 CUDA核心数量 7680 BUD告诉我们的是 12288 这个就是风马流不相及了 也就是说 他不仅名目张胆地骗我们 而且还敢把原数据的地址告诉我们 如果你自己不去查证的话 你引用他的信息 做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一旦发布 你想一想 你作为一个科技UP主的这个形象 是不是受到了毁灭性大击 所以说我们使用这些AI助手的时候 一定要去查证他们别出的信息 如果大家觉得这样非常累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工作内容 集中到AI擅长的领域 就是他不太会犯错的领域 或者说犯错 也影响不大的领域 比如说哪里呢 我们看 其他的GPD 他不是会画图吗 我们用他来生成高清壁纸 这个东西是犯不了什么错误的 而且他画的对不对 你生成之后自然就知道了 他画的不对 你重新给他指令 让他重新生成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他非常擅长的类型 再比如 我们的网站有一个百科频道 这里面有讲各种各样的AI基础概念 讲各种各样的工具 比如这个GIN 生成对换网络 这是一个AI的基础概念 那么他无论是给我们生成的分辨图 还是他的文章 准确率是非常高的 这个我们不用担心他犯错 经过这段时间的研究 我发现AI是特别适合 用来帮助我们做网站 因为现在AI比较成熟的能力 就是收集信息 分析信息 生成文章 生成图片 那么恰的GPT和GoogleBud 两个搭配起来 我们可以快速的确定一个网站 在他相关的主题内 应该发什么文章 这些文章怎么生成 怎么给他配图 都可以非常轻松的搞定 虽然现在我们的油管频道 没有什么起色 但是网站我们还是取得了一点进步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自媒体频道 坚持下去 我们再做三两个月 看看这个网站方面 能不能取得什么突破 如果我们能够从网站上挣到钱 那么我相信以后做的视频 也会有更多的参考价值 毕竟这是一个现实的项目 好的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